咱这是啥做的啊 师傅 它是白面 桥面 红面 高粱面 好几种面 纯手红做的 一个一个手红扔下来 是好几种面 然后铲到一起做的 对 今天这是哪儿的小吃啊 它属于是伤心 精忠 平咬骨很大 平咬骨 这是不是就像 咱这开封的凉分差不多 它跟凉分不是一个概念 它这是约约味的 因为它这都是一片一片 手红扔 能凉的 好 那个黑了是窍面的 对 窍面面 你说是咱河南省就这一家 对 因为它没有卖的这个地方 这个卤汁是啥 这是自己熬的 看出里边是什么鸡蛋呢 它有很多 好几种调料 咱这一般一份都是几种啊 一份吗 六种 一种 养蓝椒 它这不是饺子皮 它这个是一个平咬的地方小吃 平咬的地方小吃 因为我们这个蓝油大的 当时我那个提前 他都路过平咬的时候 他尝尽这个东西好吃 给我们平咬还加了少少 鸡蛋又买了这鸡蛋 然后我们也会好吃 咬。 咬都买了 咬嗨 咬可以 试试 我一直看 像那个蓝汁跟那个辣椒 都是我们是一个走风米 搭 你很好吃 可以 怎么能够吃的 吃的可能就是一个 里头有海带 里头不辣还不辣 看你这调料配的也比较多 根本都是这个粗味的 对 辣椒油要不要 要一点 要一点 那你想那这一天能买多少份给这 现在这一天又能买个 大概一个五六百份 五六百份 它的东西比较麻烦 这个叫麻烦 像我们的都是都是 注释了商标的 你可以 手机上白兔都能手机 都是一个比较麻烦这个东西 并不是有那个一切一瞎的 到时候人还得晃动往里面 然后还得把这个东西调清 还得一个一个摆 看着它做这个小池好像就是想咱这儿酱粉 但是它这个卤肯定是给咱这儿卤不一样 它这个卤汁儿感觉特别臭 现在咱俩一唱吧 里边放着有醋 有大小水 这个吃上去没有在这凯封亮片紧 但是它也不如我跟母 其实就给咱这凯封亮片有点香 感觉没有在这亮片吃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